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 因为大家最近可能有的同志知道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深圳的公安 大概去年十月份到北京来 抓走了一个年轻人叫郭成黎 郭成黎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他在网络上写了一个帖子 叫做金融鱼 一条货国一条民的鱼 是这个金融鱼的公司 把他告到深圳的司法机构 公安局把他抓走 前一段已经开庭了 报纸上描述开庭的时候 给这位郭成黎先生戴着手铐脚铁 大家知道这手铐脚铁 应该用于比较严重的暴力犯罪 那么这样一个白领写一篇文章 那么按照现在的普世价值的观点而言 这典型是他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犯 比较有意思的是 言论自由的信徒们 在这个问题上集体失去了声音 从南方周末啊 南方都市报到这个凤凰 没有见到任何一家媒体 起来声援这位郭成黎先生的言论自由 那么他说金融鱼 这个油是转基因的油 而转基因的油对人民的生命健康 有损害 当然他说了一些比较严重的话 比如说金融鱼能够让人断死决心 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呢 目前呢 这个案子已经开了一天 还正在审理中间还没有宣判 那么从这个事情呢 我想今天咱们这个事就从这儿说 说一说金融鱼 说一说深圳有关方便这个行为 郭成黎对金融鱼的主要的指控 就是说他有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因为他是转基因的鱼 那么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 就汇报汇报我对这个问题的看咋了 我们国家呢 在1996年以前是大豆的 这个进出口过 我们的大豆是自己的 传统上我们是大豆的原产国 那么在96年97年以后 我们国家开始进口 国外的转基大豆 进口的量呢 逐年攀升 到了2010年我们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 我们2011年1月份 就今年1月份 我们进口量超过524万吨 按照这个数字算下来 到今年我们进口的转基因大豆 将超过6000万吨 我们进口的大豆 绝大多数是转基因的 那么 为什么我们的进口转基因大豆 因为这个转基因大豆比 非转基因大豆又便宜 我们进口的转基因大豆 其中的95%是 转的一种基因叫做抗农达 抗农达的转基因大豆 我们进口的大量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农达是什么东西呢 农达的学名叫草甘林 它是一种广普的出草剂 农达的英语叫做 它的意思呢 是一扫空 就是这种除草剂或者农药 撒到地里以后呢 所有的植物都会死掉 那么之前呢 就是早期 他们发明农达以后呢 在地里面怎么样用 让那个农民去找杂草 在杂草上一撒 然后呢把这个庄稼留下来 这样做的后果呢 就是劳动成本很高 用这种农达出草剂 没有什么吸引力 没有什么竞争力 那么转基因的跨国巨头 孟山都公司 在这个上面 它下足了功夫 它开发了一种转基因技术 叫做抗农达的基因 就是说在农作物里面 转入一种基因 然后这种农作物 对这个农达就有了抗性 这个除草剂撒在地里面 这抗农达的植物可以生长 这样的话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个大豆 孟山都在大豆里面 注入抗农达的基因 然后把这个抗农达的大豆 种下去 然后再把农达草甘林 撒下去 那么除了抗农达的大豆 其他所有的植物 不管是杂草还是庄杂 都死光光 这样的 原理上是这么一个原理 就是说在 它的好处 表面的好处 就是农民省去了除草的劳动 减少了人力 然后呢 不用用其他的除草剂 就是减少了除草剂的种类 只用一种除草剂 这是它的表面的好处 那么有没有问题呢 有 这种农达或者叫草甘林 孟山东公司呢 说它是低毒 方周子先生说它干脆就无毒 对人类健康没有任何影响 但大家可以想 这种东西撒到地里面 所有的植物都要死光光 说它没有毒 大家信不信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历史上 历史上呢 商场农达的这个孟山东公司呢 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品 叫做成绩 成绩的英语叫做 Ancient Orange 那么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 那场战争呢 又叫做迈克纳马拉战争 可是越南侵略 这个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时期 它为了对付这个游击队 游击队在丛林里面 藏身并且有一个胡志明小道 美国用B52轰炸机要做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 它轰炸的时候看不到目标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 孟山都向五角大楼提供了一个非常高的高科技 叫做成绩 干什么用的 叫枯叶机 或者叫这个 实际上也是一种食物商品系 它撒下来 越南的丛林 丛林的树啊 叶子都掉了 再之后呢 这些树就死掉了 这样的话 失去了树叶的频率 便于美国人找到胡志明小道 提高它轰炸的准确性 那么在那个时候 孟山都对美国政府的说法 以及美国政府对美国公众和世界医院的说法是 成绩只是一种除草剂 只是一种那个脱力剂 对人没有什么危害 那么这个事情在经过了半个世纪以后 被证明是一个谎言 为什么呢 因为在喷洒了成绩的越南国土上 很多很多的越南人发生了化学中毒 就是 对这个西方媒体这个公众呢 不完全的统计 至少有五万名越南儿童 因为受到成绩的污染 它生出来的是畸形儿 我们这照片呢 是其中的一个 有五万个儿童 那么如果光是越南人受到的毒害 他们可以说是越南的水土 那么执行在越南喷洒成绩的美军飞行员 以及在地面的美军官兵 在回到美国以后 包括这个参战的其他国家的使命 在多年以后也发生了 类似于越南这样的反应 就是很多参战老兵 他们生的孩子也发生了畸形 他们本人也得了这样那样的病 那么最后呢 这个在老兵人的抗议下 推动下 美国人有调查 调查了半天 最后 最后没有结果 为什么没有结果 梦山都公司在 不承认有罪错的情况下 庭外和解 向美国老兵赔偿了1.8亿美元 除了美国老兵 对当时参战的加拿大老兵 他们也有赔偿 这梦山都公司赔钱了 出这个钱的意思呢 是你们不要再去调查 不要再告 那么成绩无毒 作为一个 他们官方的一个说法 他要维持 他要动摇 那么他可以掏钱 来维持这个说法 当时全世界制造成绩的厂商 有两家 一个梦山都 一个陶石化学 这两家是当今四大转机巨头公司的两位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四家 其中有两家是当年月战时期 向美国军方提供成绩的生产商 顺便提一句 陶石化学后来收购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联合碳化物公司 那个碳化物公司在印度 在八十年代有一个伯帕尔事件 也是展在搞剧毒的化工品 由于毒剂泄漏造成了印度 这个应该是几十万人的伤亡 那么此外是很大一个数 商量加起来是数十万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 现在已经淡出了所谓国企主流媒体 那么这是陶石化学 大家要知道陶石化学在今天中国 在上交大西交大 在若干有化工专业大学 设定的非常优惑的奖学金 有非常好的企业形象 当然这个孟山都公司呢 在我们华中农大 在好几个农业大学也有奖学金 这张启发院士呢 是华中农大的孟山都奖学金 批认会主席 并且张院士也讲 我要在拥有中国 我要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孟山都 那不知道他这个孟山都 会不会生产成绩 那么成绩的生产商 孟山都摇身一变的 又推出了升级版的植物除草剂 叫做农达 Round up 农达的好处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它不分清红皂白 杀灭一切植物 这个呢 他们跟农场主的农民讲 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你们省事啊 你们不用再去除草了 讲到这里 似乎都是好处 我们再往下看 农达撒到地里面 我们还以大豆为例 那么农民收获的大豆 这个大豆里面会有残存的农达 残存量 阿根廷他们独立学者做的量 大概是每千克有农达的含量是 17到19毫克 大概这么一个量级 我们国家呢 这个卫生部呢 有一些相关的标准 比如说对这个我们吃的食品 它对农药的残留量是有标准规定的 比如说水果 我们吃的水果上面允许的农达 允许的残留量是0.1毫克 每千克 这是水果 然后对这个小麦 对水稻 国能维生物的标准都有相应的规定 有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是 对于大豆 这种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 我国国家标准 对它的农达的残留量不做要求 这个地方问题就比较大 这个尽管方舟子信誓旦旦向我们保证农达很安全 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 那么在我们吃的粮食里面 每千克里头 假如有20毫克或者2毫克的农达会有什么获果 这个并不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去排排胸部组可以担保的 另外这个陈一文先生 翻译了大量国外文献 比如巴西 阿根廷 还有加拿大 这些国家的研究表明 这个农达 能够 就即使经过了烹饪 还是能够进入人类的 进入人体 甚至在孕妇的这个胎盘 在这个肌带血里面都可以减出农达 那么也有的研究指明农达有致癌性 会对于人体的健康构成诸多的危害 那么这样的就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进口的转基因大豆里面到底含有多高含量文献大 现在是一个谁都说不清的问题 因为进口的时候我们不做检测 这其中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导致这个 我们没有具体的实证数据 因为去问也问不到 那么像世界其他的国家 你像波州 像日本 俄罗斯 他们有 法律上是有界定的 农达 或者不能有 或者有一个含量很低 比方说我们的水果 不能超过0.1% 而巴西 阿根廷 以及美国 加拿大 西班牙 南非 他们种的大豆 95% 抗农达的 意味着他们在地里面 使用了大量的农达出草剂 那么 由于别的国家都不要这些东西 我们一个合理的推论是 全世界 农达残力量最高的大豆 都来到了中国 来以后干什么呢 很大一块用途就是做油了 这样转基因的 就大豆油 同志们如果到商场里面 买油的时候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油呢 我只说大豆油 大豆油 你会发现还有两类 一类呢 就标明 本产品用非转基因原料 要制 还有一类呢 本产品用转基因原料 制作 那么这里面就有区别 我看到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转基因的大豆油 要便宜 有时候这个架构优势 还很突出 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 就是从安全角度来讲的 就是第一个 我们国家用于 酿造大豆油的大豆 其中还有多少转 这个草干林 多少农达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还讨论什么 因为这个农达化学品 它只要浓度足够高 它一定会对人体带来伤害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不查 那么大家再想想 最近闹得很凶的台湾 这个所谓塑化器 塑化器台湾已经用了30年了 这次是一个意外 果然发现的 那么发现之前 已经毒害了完了30年 那么我们这个农达也是 因为现在 农达含量很高 但是亚诚说 它是合法的 因为我们法律没有规定 从这一点上讲 这个金融物资 人家这个厂商呢 说我没有违反你们的法律 这点人家是法律上有道理 但是合法是不是合理 这是另一个问题 当然 人们的认识在不断的推进 以前认为它没问题 现在发现有迹象 发现它有问题 这时候提出质疑 也是我们公民 一个权力 或者说像郭承宁写这篇文章 那完全是一个很正当的 一个疑问 一个诉求 一个表达 因为郭承宁并不是 执法机构 他说你们不要买金融鱼 没有法律效果 所以说应该 这是一个 充其量是一个认识问题 不至于说给带上 手铐和脚料 那么偏偏 他已经带上了手铐脚料 那么同样我刚才讲的转机 这个 农达的很多害处 那么我们那个著名的方舟子他讲 农达是低头的出草剂 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损害 那么 按照他那个逻辑 他也应该在脚料 这是不同的观点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 其中一方的 持一方的观点的人 带上了脚料 另一个 另一方还在 什么电视上 网络上 网络上 装装照片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 事情的关系 确确实实已经关系了 我们每一个人 谁都躲不掉 你像我 我可以 跟我的家人都说了 跟我父母也说 你们到超市买油 要看那个标记 不要买转机 而且现在 说句实话 我有点忌諒在买 那个标记 非转机呢 有可能是非转机 而标记转机呢 肯定是转机 这个是 我们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 但是 我们平时 在外面上班 中午呢 去吃那个工作餐 外头呢 去吃饭店的时候 很多 那么更多的 大学生 中学生 小学生 幼儿园 还有我们机关 食堂 大家可以想想 机关食堂 管采购的同志 去买油的时候 大部分是不知道 所谓转机 非转机 那么就是价格壁垒 这一项 决定了我们大家 如果吃饭店 食堂的话 吃到的几乎 都是转机 都是含有 蒙达的 这个油 大豆油 这一点 对我们健康的影响 按照 就是 表面公正一点的说法 是现在没有定论 那么按照我的理解 是我们中国人 没有定论 怎么知道 人家研制这种东西 的人没有定论 当年 研制成绩的 孟山都公司 以及它后面的五角大楼 以及美国政府 向全世界都讲 这个东西 对人没有害 五十年以后 孟山都用 1.8亿美元 封上了美国老兵的嘴 那么越南人 他一分钱都不赔 跟越南政府的地界谈判 根本就不允许 投入这个话题 仿佛这个事情 不存在 那么同样一个被告 同样一个公司 他之前说了假话 这次他说的就是 真话 所以这一块 这件事情我要讲 的的确实是 无人能够支持 事外 这样我们每一个同志 如果关心一下 自己的健康 关心一下自己 儿子孙子的健康 我们不妨关心一下 我们吃的食堂 我们的单元食堂 机关食堂 我们孩子上学的食堂 我们孙子幼儿园的食堂 他们买油的时候 有没有这方面的支持 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这个事情 如果我刚才讲的是 外表上最公正的说法是 最外似客观的说法是 对我们的健康 没有定论 翻译一下 就是说在用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战士 我们托儿所的幼儿 我们中小学的学生 我们机关食堂的人 在做一个大 一个很大数量的人体化学药物试验 药物是外表人做的 投的 吃是中国人吃 如果这个药 过一代也才显示 20年以后 现在吃的这个 能搭的人 到时候有很大一个百分比 不会伤孩子了 那个时候我们去找谁 谁来负责 谁能够负责 所以这个是金融鱼这个事情 所以我认为这个深圳警方 深圳这个法院 给郭承林先生 戴上手铐脚料 来解决金融鱼 是不是对人体健康有害 这件事情本身是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信号 如果这个事情成立 如果他能够对鸡肉 转基因大豆油 对健康危害的人 能够砸上脚料的话 那么我们中华民族 以后要吃的东西 那只能是吃乳毒的东西 这是我要讲的这个金融鱼 这里面的主角是 农打 Round up 草甘林 除草剂 它的主体是 发明者是孟山都 那么孟山都 大家记住 是一个美国公司 是一个跟美国五角大楼 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单位 那么这个农达说到这儿 还未完 现在我们不仅是进口 转基因 抗农达的转基因大豆 我们还进口了 大量的转基因种子 我们很多的蔬菜种子 都是这样 包括 包括还有一些 因为农业部前一段 搞那个所谓 综合执法 他们也承认 我们中国 国内一些公司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外国的转基产品 当作非转基来用 就说我们知情不知穷的 用了很多很多 来自国外的 抗农达的转基因的物种 这也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我们国家 有相当面积的土地 种了抗农达的植物 然后呢 这块的农民就在用 农达出草剂 农达出草剂用下来 我们想一想 它的特点是把所有的植物都消灭了 我们的农民如果连续用 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同志们想一想 这块地里面还能找别的东西呢 这块地里面只能够找 抗农达的 抗农达的转基因 作物 其他的作物 一律的死掉了 那么五年六年 下来我们农民手里面 自己留的那边种子 死掉了 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在有限的几年以后 我们农民手里面 连传统的种子都没有 你只能去买 梦山珠的转基因种子 买这个梦山珠的转基因种子 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大家再看 大家看这一个例子 这是2008年的一个例子 2008年南非 介绍一下 南非是整个非洲地区 种植转基面积最大的国家 它跟美国的关系也比较好 非洲的两个国家挺美国话 一个南非一个瓦拉维 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点是 他们的艾滋病患病人数 非洲第一第二 转基因种植的面积也是非洲第一第二 2008年南非种的 三种梦山珠 转基因玉米发生过 已经一丝不怪的事情 三个省八点二乱公顷 涨失很好的玉米 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的病害迹象 里面一个字都不接 春日提的比例呢 达到28% 减产幅度80% 后来怎么办 弄山珠公司赔偿的损失 承认发生了一个技术性差错 当然了他们说 这个转民技术本身没问题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在农达用了很长时间以后 在中国土地已经被农达化的时候 在中国的农民手里面 已经没有传统种子的时候 在我们种植了相当相当规模的 梦山珠的种子的时候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后果会怎么样 这个我们尊敬的 王于世先生 以前有一段很著名的话 第一个 18亿红线是没有必要的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粮食 在国际市场可以买的 这个一早有钱就可以买到 第三个呢 如果外国禁运怎么办 他说了 如果禁运 那是中国人做了 这个冒天下之大不为的事 就是有粮食这些过不好 那还是中国人做 那么这个事情 如果是南非的事情发生的话 不是你买的问题 因为你像其他国家 如果几千万人口 粮食欠收一点 去国际市场上找到平衡 你可以找 我们13亿人 如果这种的粮食有问题了 你说去买 谁有那么多粮食卖给你 所以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 但我们自己如果种的 这因的粮食 由于外国公司 我不说他有意 由于外国公司 无意或者疏忽 有一点点小的错误的话 如果我们有一个 百分之二十八的 粮食或者玉米或者大豆 绝收的话 那么这个责任 农业部的部长 部部长 把他九族都给租了 把他杀光 他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他负不了这个责任 负不了这个责任 怎么就敢冒这个钱 怎么就敢做那样的决策 这很显然的事情非常诡异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形象 而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那么这个是 说他的失误 除了失误这个背后 还有一些故意的东西 比方说 美国一家公司 2001年曾经宣布 他发明了一种 能够有绝育作用的转机 玉米 他们说叫玉米 叫Spermicide 那个杀金剂 这个玉米的神奇之处是 如果人把它吃了 这个男性吃了这种玉米 这个精子就慢慢的死掉了 跟他吃了多少剂量是有关系的 你就连续的吃吧 只要你吃了足够多 你的精子就死光光 那这个并不是一个意外 或者是一个错误 而是一家有名有姓的美国公司 投入聚资 用他的高科技的科技人才 去研究开发的一项技术 谁让他研究这个技术 美国农业部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 文文斯人口负增长 法国德国人口负增长 日本呢 现在人口负增长 并且日本政府呢 希望这个人口要负增长 那么这个东西 美国显然不用 欧洲显然也不用 那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的好 美国人来花钱 研发一种自己并不打算使用的 转基因的杀金玉米 他准备给谁用 给别人用的时候 要不要告诉别人 我们国家农业部在批准 引进美国这些种子啊 什么物种的时候 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啊 这个2009年9月份 新华社国际县区导报 报道了在山西基林 很多种植了 先玉335的地方 有所谓的生态异常 比如说那里的猪都会下坍了 那个鸡吃了这个先玉335呢 也不会下坍了 再再早呢 在2008年还是2009年 这个广西曾经有一则新闻 就是广西在校的南大学生 搞这个体检呢 精子不合格的比例 占到了57% 而广西呢 是我们国家 推广孟山都品牌 玉米面积最大的省份 孟山都的玉米呢 叫做迪卡 迪卡07 迪卡08 现在我们国家 就是 北边是杜邦的先玉 南方呢 是孟山都的迪卡 那么占据了相当相当大的 波中面积 因为我没有具体的数据 我也没有那个检测的手段去说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但是先玉335 基本上可以认定 它是转基因的品种 但是 都当公司 向中国奴业部申报 以及中国奴业部 在向社会公告 都说这个东西是 非转基因的 是所谓杂交的 那么这个里面 有两种可能 一种当时 农业部 没文化 被人就骗了 外边说是非转基因 他就以为是非转基因 那么这个地方 涉嫌独职 还有一种 盟业部和杜邦一起 都知道它是转基因的 只是为了一点什么 其他的目的 还是要在中国 汉兰的推广 那这就不是独职了 那这是汉奸罪 二者必具其一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最近 无有之下 让我们登了一篇 一些网友 就写于三三五十件 写了一个公开器 写这个器呢 为什么 因为 这个什么春波春重 其实已经有点晚了 如果 托家不采取措施的话 那么这个 转基因的东西 在我们 今年仍然有 大面积的活动 这里面 有没有 美国公司 所研发的 杀死人类青子的基因 不知道 因为这个基因 人家告诉不告诉你们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 可以知道的是 目前没有任何机会 去做这样的检测 仍然是拿我们 广大人民的健康 未来 做了一个 外国可疑产品的人体实验 那么这个呢 是 转基因 就是说除了这个 基础失误以外呢 外国人有意识地 搞了其他一些 不明其妙的东西 我们现在这样的 只用 只靠工业部 那个所谓的 转转会 其中百分之 六七十的人呢 跟转基因的 产业 还有利益关系 比如他们 来决定 将来我们 全体中国人 饭碗里面 饭桌上 厨房里面 这些东西 是什么 我是高度的 我放心 我想呢 这个 同志们在了解了这些背景情况以后呢 恐怕也不会 也会不那么放心 这是要讲的 一个 事情 没有转机的事情 到今天呢 一个很奇怪的事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第一个 比如说这个 美国转过了杀死人类 尖死的转机 玉米技术 这样的消息 我们这个 媒体上 很少就说 大家不知道 我也问过一些 搞农业技术的专家 搞生物技术的 什么博士啊 教授 他们也不知道 不仅不知道 也不理解 但他们搞这个 干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 这个 说好的 说我们善良 说不好的 就是有时候 因为自己善良 想不到别人有多 有多么的坏 我们不做这事情 就以为别人不做 那别人的确实在做 你像南非这个事情 美国人当然说了 这孟山图公司说 我们是发生了 技术错误 那我们怎么 我们怎么能够 确认 它不是在做一种 实验 用南非这个 做一种将来用于 中国土地的实验 国内的一种子 将来这种的角色 你怎么办 转基因的事情 除了这个 我再讲一点的就是 刚才我也提到了 农达 撒在地里面 连续几年以后 这块地里面 不会有别的东西 那么只剩下 看农达的转基因物质 这一点呢 是我们这样分析了 真正搞转基因的 这些跨国公司 它就不是分析 它心知肚明 它知道这是一个 确定要发生的事实 所以它能投入聚资 在挪威的斯瓦尔巴的群岛 修建了一个 世界末日种子库 那个种子库呢 是三房的 防核 防生化 这个 这个种子库里面的人呢 都背了枪 这个照片呢 就是那个 挪威的斯瓦尔巴的种子库 你看看里面这个人背了 它背了一个不是烧火棍 是一台 护身架势的枪 它保护这个种子库 这个种子库呢 每年都是从全世界各地 把这些 农作物的种子 蔬菜的种子 那样式的种子 放进去 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 它不是毛维政府 毛维政府参加这个事儿 它只提供地址 真正的主人是 洛克菲勒基金会 比尔盖茨 就是梅林达和盖茨 和比尔盖茨基金会 还有呢是 孟山都 还有先政达基金会 这里面呢 洛克菲勒 比尔盖茨 这都是跟转基关系 非常密切的 而先政达本身呢 就是 四大转基巨头之一 另外 像那个 孟山都 它也是四大巨头 应该是之首 这四大巨头呢 是孟山都 陶氏化学 先政达 还有一个是 是赌帮吧 是谁 就是这四家 现在在中国呢 都占据了 很大很大的 这个市场份额 这是 那么这个 从转链证明什么 证明转基因的 巨头公司 对在全球大范围 推广转基因的后果 他们自己的心中有数 他知道推广了以后 传统的物种被灭绝 那么灭绝了以后 他还要生产 这个东西怎么办 他需要传统的种子 所以在搞一个种子库 从这个 就是即使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国家 大量的搞转基因 也是有风险 这个风险在哪里 就相当于 我举个比较粗俗的例子 因为很简陋的 我是一个农场主 我一个很大的农场 我这里面养了很多的 马和鱼 马和鱼 可以杂交 杂交出来的东西 叫罗子 罗子在这个单一的 这个 这个叫 性能上 他比如马和鱼 要占优 比方说 这个马鱼 他这个 耐力特别好 这个 这个叫 这个马螺 这个鱼螺呢 可能是爆发力比较好 那么他们可以 就是鱼呢 在某些方面 他胜过马和 罗子在某些方面 胜过 马和鱼 但是罗子呢 也有他的问题 罗子他不会生 也不是绝对 可能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 罗子是可以生的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 罗子是不能生的 现在我们的邻居 假如我的邻居 别搞这牧场 他非常好 他说 哎 你用马和驴 养起来很麻烦 又不好 我这个罗子特别好 我送给你 他卖给我 或者送给我 或者低价的卖给我 假如一代两代三代 他一直卖给我 那么等于有一天 我只用这罗子 我的马和驴都没有了 等于一天 我还要要他罗子的时候 他说我不卖给我 或者我要添假 那时候我还有选择吗 没有选择 就是目前 我们国家进口转基因的大豆 是因为它便宜 再给大家讲一个 它为什么便宜 你比方说美国的转基因大豆 因为有政府的高额补贴 美国这个农民的收入 就把来自政府补贴 那么他 种出来的东西 什么都不说 政府给他钱 然后他卖到中国 那么一定有我们的便宜 我们说因为他的便宜 我们就都买他的 我们这些农业部的领导 动动脑筋 那美国政府 为什么要补贴他 天铁有免费的晚餐 我们买人家便宜的转基因大豆 当中国的传统大豆资源枯竭以后 你还能买到便宜的转基因大豆吗 人家涨十倍的价 你不也得认吗 没有一个便宜能这么占 绝对会让人捞回去的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里边 因为刚才那个薛宜老师也讲了 转基因也好 后面还会讲这个疫苗 这里面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要不要独立自主 我能有印象 小时候看电影的创业 就是讲中国 那时候搞工业化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很遗憾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有条件要用外国的 没有条件 我们创造条件 也要用外国的 这个问题在一些日用消费品 乱七八糟的 什么玩的东西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是涉及到 吃的东西 药品 疫苗 如果我们 创造条件用外国的话 可能问题就比较大了 我现在把这个 因为最近这个热点 是转基因的食品 疫苗不是那么热 但是我当初写那本书呢 的的确确是同时关注到的 转基因和疫苗 所以下面我也简单给大家 汇报汇报 关于疫苗方面的一些情况 疫苗呢 是人类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他在那个十六世纪 一七多少年的时候 是一个英国的医生 他发现什么呢 他发现这个 一些这个病毒 同种的病毒 或者同一属的病毒 对不同的物种 就造成不同的后果 他很具体的就是 那时候人类呢 对天花是没有办法的 得了天花 基本上就死定了 但是呢 跟天花病毒 很类似的一种病毒 侵犯了牛的身体 牛也没发病 但没那么严重 然后把这个感染的牛 结的这个家 在用到人的身上 人呢 可以获得对天花的免疫 那么这个是 当时发明疫苗的一个历史 实际上这个 这个事情 就奠定了我们人类 近现代制造疫苗的 一个基本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是把 把能够带来人类疾病的病毒 用其他动物 或者动物的这个器官 组织来繁殖 繁殖以后呢 把这个病毒提取出来 我们叫做灭活 或者叫减毒 然后呢 把它打到人的实体里面 这个灭活或者减毒疫苗呢 它是什么特点呢 它第一 它的毒性要足够强 强到能够 刺激人体产生免疫 就是激发人体的免疫能力 它的毒性呢 又要足够弱 弱到不让人真的得病 它是这么一个 做法 那么疫苗会不会有风险 也有 你像美国呢 近些年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呢 西战球已经消灭了 叫那个小儿麻痹 学名呢 叫脊髓灰质炎 美国已经把这个 叫天然的 或者叫野生的 它英语叫挖 就是野的脊髓灰质炎 已经消灭了 按道理呢 如果已经没有这个病了 这个小儿麻痹的疫苗 就可以停用了 但是由于小儿麻痹的 疫苗生产商 在这个上面 有巨大的利益 所以呢 它还是跟这个政府留税 然后政府还说 为了滚过效果 还要继续用 那么用就用出问题了 在过去的十多年 美国所有新增的 小儿麻痹症患者 都是因为服用了 质量有问题的疫苗 而染病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传染渠道 这个疫苗呢 它有这样一个风险 那么一般而言呢 我们人类使用疫苗 风险在哪呢 第一个风险呢 就是人类 就是我们需要杀死的疫苗 需要杀死的病毒 没有杀死 结果这个病毒还活着 结果让我们得病了 这是第一个风险 第二个风险呢 就是疫苗里面 还有我们不知道 对于疫苗生产商 有可能是由于事故 而被污染 就是被其他的病毒污染了 这个例子呢 在国际上也很多 比方说美国以前 大量用的 小儿麻痹的疫苗 它除了刚才讲的 急水龟之炎 那个病毒本身为杀死 它因为这个疫苗呢 是用猴子的肾 来培养这种病毒的 那么除了 那个小儿麻痹的病毒 这个疫苗里面 还含有很多种猴病毒 其中有一种叫做SV40 对人类发现的 第40种猴病毒 那么它呢 根据这个疫苗 在人类 在人群中 打过一种扩散 1972年 或者更早 美国有科学家 已经发现 说这个SV40病毒呢 可能会带来 人的脑瘤 他当时的一个学者 叫Bernice Eddy 一个女科学家 在美国国会作证 她说 我向你们保证 如果你们不把SV40 从疫苗里面 这个清除掉的话 你们在未来20年 一定可以见证 美国脑瘤患者 直线上升 那么实际上 美国今天的脑瘤 比例的确是 比30年前高很多 跟这个SV40 有没有关系 那个科学家 就科学界有争论 但这个就告诉我们 疫苗里面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在里面的一些病毒 跟这个相关呢 美国国土呢 也发生过 由于疫苗污染 而带来的风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陆军 在这个太平洋岛屿 与日军作战 由于日本 其3-1部队 掌握先进的生物战的技术 美国人为了保护 他们军人 就给这些 美国兵 注射黄热病疫苗 黄热病倒是防住了 但是那个疫苗 若干匹磁 被乙干病毒所污染 所以造成了美国 军队里面 乙干的局部流行 这是疫苗带来的 那么在1978年 1979年 美国纽约 纽约企业中心 和它这个CTC 在美国的同性链群体里面 推广一种 免费的试验 乙干疫苗 大家来看看广告 因为这个是以前 学校讲的 今天来的基层 没有按照顺序讲的 大家看这个广告 非常有意思 大家看左边 这个广告 这个是1980年 实际上是79年 它一直到78 7980 它在美国做 这个广告的主人 大家可以看到 是这个 左下角 New Rock Blood Center 纽约血液中期 而丁堂呢 这个叫 Last Chance 实不可 这叫 肌不可 实不再来 这个 Forgivement 就是同性链 男性 来加入什么呢 Hypertitis B 这个 黑体字 这个呢 是乙肝 就B型肝炎 我们叫乙型肝炎 Vaccine Program 疫苗下午 这个是6月份 这个报名就截止 然后在很长时间 你们没有这个机会 是美国 纽约血液中期 发的广告 给这些同性链 白人同性链 男性 免费 检查身体 然后注射 乙肝疫苗 这个工作呢 在美国 6个城市 进行 纽约 旧金山 还有这个 Saint Louis 还有那个叫 芝加哥 6个城市 我进全了 这6个城市 在80年代中期 早期中期 至今是美国艾滋病 感染率最高的 那么现在美国学界 基本上没有争论 已经没有争论 没有争论 那一批试验 乙肝疫苗 被艾滋病毒 感染了 那么艾滋病 是纵扬来到美国的 这样一个事情呢 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 都是第一次 听到这个消息 那这样一个消息 我们国家 所有的媒体 没有讲过 那么再顺便告诉大家 2009年 我们国家 大规模接种的 甲流疫苗 汉尔莱福 它的毒株 来自美国纽约 它的牌号叫 NYMC 港179X NYMC是什么呢 New York Medical Center 纽约医学中心 纽约学业中心 是把艾滋病第一批 扩散到人类的 十个俑者 我们2009年的疫苗 接种什么呢 麻疹疫苗 同志们要知道 我们国家麻疹 现在是一个 几乎我们见不到的 原品 但是我们2010年9月 卫生部要强制在 一亿儿童 去接种这个麻疹疫苗 更加奇怪的是 他的通知是说 什么呢 不管你以前 得过麻疹疫苗 不管你以前 接种过麻疹疫苗 没有 这次都要接种 这是当时的通知 就这么说的 所以为了那个事情 我当时也比较着急 写了一个帖子 也在网上发了 就是说 十万国籍麻疹疫苗 要告诉大家 那个麻疹疫苗 第一 麻疹的威胁 没那么大 这么火烧火燎 要让全国 一亿儿童 而且不分青红皂白的 要搞 显然不是从 医学科学角度 来做这个事 肯定有别的原因 卫生部对那个 麻疹疫苗的来源 给出了两个说法 一个卫生部的专家 周文远说 麻疹疫苗的毒株 是由美国CTC 处理过的 美国CTC 是美国所谓 疾病防控中心 后来呢 这个卫生部的部长 陈竹大人 前往何欣先生的手上 因为何欣呢 也写了一篇东西 质疑这个麻疹疫苗 这个陈部长大人呢 就下令把 何欣的博客给封了 后来何欣还是 把那事捅上去了 陈竹呢 不知道 有什么原因 带着卫生部的专家 到何欣呢 去解释 解释的意思就是说 麻疹疫苗是国产的 而且呢 是1991年 他代表专家说 是1991年 经过荷兰 成化的 还是外国人的成化 但是 成化的人变了 从美国变成了荷兰 大概因为他知道核心 可能对美国解释比较高吧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的奇怪之处是在于 解放以后 我们国家 独立自主 搞这个 计划免疫 我们都自己做 我们做得很好 没有问题 很成熟 到了 91年也好 95年也好 90年代也好 莫名其妙的 把我们计划免疫 要用的这个疫苗 非要拿到外国去处理 就我刚才讲的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也要请杨大人来查实 这个事情是 非常奇怪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 注意这个事情 麻准疫苗在 在社会各界 提出严厉的质疑以后 卫生部 高调说的是 这个疫苗是国产的 它不是外国人 什么东西都好吗 他们脑子里非常清楚 真正老百姓 关系到我们安全 他也知道 国产这个牌子是金字招牌 而不是外国人 他们这么做 这个 用正常的科学 正常的逻辑 是不能够解释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那本书 最后要起的名字 叫做 生化抽泻战 唯有战争行为 能够解释这一切 如果是打仗 敌对的双方 我对你还用得着 讲什么 什么温良攻减让吗 还用得着 讲什么诚信呢 没有 那 现在很大的一个危险 就是我们已经成为 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的 受害者 我们成为一个被进攻的 叫做被进攻方 进攻的武器 不是飞机 大炮 导弹 原子弹 而是我们每天都在吃的 粮食 转基因的食物 而是我们每个孩子 都必须要打的疫苗 那这样一场战争 仍然是每个人都 无法置身事外 我看一下 因为我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 最早我也很苦说 如果是这个转基因的 有东西 包括这个疫苗 假如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的科学家 他为了一点经济利益 他使劲去弄 也没关系 但是恰恰这两个事情 主要的技术核心 主要的专利技术 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面 那这个才是我们需要 高度警惕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想呢 不知道我刚才把这个 农达的危害 他们为什么对我们危险 我不知道是不是讲清楚 然后关于疫苗 为什么不能够让外国人 来插手我们的疫苗生产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清楚了 今年三月份 瑞士诺华收购了 中国最大的民营疫苗生产商 浙江天元 瑞士诺华控股85% 浙江天元的除了西藏 在我们中国的31个省市区 都有它的这个搜索渠道 那么它将来这个疫苗 是要覆盖我们全民的 可能造成的东西 帮助它弄外之处 瑞士诺华居然控股85%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 疫苗制造的整个环节 如果是瑞士诺华公司来做的话 我们中国政府是没有办法监管的 它最后这个疫苗来了 第一这个疫苗里面 有没有损害健康的添加性 我们不知道 第二这个疫苗里面 有没有特种的病毒 能够比方说 类似艾滋病这样的病毒 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最后呢 居然要把这个东西 一下子 因为疫苗要打 出手就是上千万 上千万上亿的人 不会说是什么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起点就是千万 2009年那个 这个假流疫苗 到2008年吧 2008年假流疫苗 我们国家呢 是打了八千万 主要的是 大中小学的学生 人民解放军 武警官员 大概是这么一个群体 这个疫苗当时也说了 哎呦这个又是安全又是什么呢 从我们拿到美国纽约提供的毒株 到这个疫苗上市 短短87天 这个严治方把这个作为高效应的一个范例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87天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根本没有时间发现很多病毒 很多病毒的潜伏期远远超过87天 大家熟知的狂犬病 你们知道潜伏期多长吗 其实我会议到20年 艾滋病的潜伏期是多少 典型的是12个月 87天你就敢说你这个疫苗安全 然后就打出去了 打出去以后 2011年2月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通报了 说2008年那批假流疫苗 发现了负作语 在全球12个国家报道 打了2008年假流疫苗的孩子 发生了失税症 我们可以想想 感冒一下一个星期好了 这个孩子如果得了失税症 上课的时候提不起精神 这孩子一辈子要受影响的 能是让他感冒一个星期 省事呢 还是让他得一个失税症 是一辈子受影响来的厉害 我们可以看这个风险和收益 是不是成比例 那12个国家使用的疫苗 都来自英国格兰塑史克公司 格兰塑史克公司的疫苗 发行到世界上47个国家 47-12 还有35个国家用了他的疫苗 没有说有问题 是确实没有问题 还是有问题没有发现 还是有问题发现的 媒体不可以说 这种可能都存在 十分关注的是 我们国家卫生部 对这个事也很敏感 第一时间你出来必要 不是说必要重庆 第一 我国没有发现 这个失税症的副作用 第二 我们用的疫苗是国产的 我已经讲了 国产是国产 但是这个毒株 来自美国 纽约 就是这一批人呢 把我们国家的人民的健康 向美国敞开大门 确确实实把美国当做亲兄弟了 至于美国人是不是把他们当亲兄弟了 如果不敢给他们打这些保票 所以这个事情我说 至于美国对我们的 这个意图呢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是艾滋病毒 在这个显微信下的样子 已经要看了 大家看着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以前我有讲过 把这个发生最大的事 这个呢 我今天出节后呢 在那个欧友之乡 我跟他们一介绍 大家看这个 这个人的手 上面有斑斑点点发黑 再换一张 下一张 这个叫什么呢 身中毒 身在汉语 咱们老百姓把它叫做皮疤 它是一种有毒的东西 那么这一张照片呢 是身中毒比较后期比较重的事 全身的皮肤会溃烂 这个照片是在孟加拉找的 孟加拉是我国的邻邦 孟加拉这个有1.3级 人口不到1.4亿 那么2010年呢 若干国际媒体 包括国陆树社 英国的报纸 他们有中了 孟加拉人口 有7700万人喝的水 有这个超过 这个社会组织规定的标准的身 就是孟加拉有半数人口的 饮水被身所污染 那么这个事情 还有呢就是孟加拉医院里面 五分之一的 这个死掉的人 没有五个人里面 没有五个死人里面 有一个死于身份 那么它成这么大一个范围 那孟加拉这个民族 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 它什么时候开始身中毒的呢 告诉大家 从八十年代 孟加拉是从这个印度那时候 分裂出 分裂出对印度东巴基斯坦 然后再把它 从东巴里面再分出来 这个 它独立时间是七 它是七十年 七十年 孟加拉一独立 世界银行 派的这个工作组 慈善机构 跑到孟加拉去考察 人民的生活 顺便提一句 这个世界银行的行长 叫麦克纳马拉 就是越南战争时期 美国国防部部长 一个人 麦克纳马拉 然后呢 这个世界银行的专家组 到孟加拉考察 考察一圈 提出一个问题 说孟加拉 肠道 就是这个消化道 传染又挺多的 因为孟加拉人呢 喝地表水 孟加拉地表水非常丰富 就是河流池塘 所以他们能喝水 不卫生的地方 是在人家喝水 这样的话 世界银行就跟他们讲了 你们这个合法 为了你们的健康 你们需要喝安全的水 那么大家想想 什么样的水是安全的呢 把池塘里的水烧开就安全 把池塘里的水 修一个自来水厂 加点滤 加点滤气吧 过滤一下沉淀 加点滤气 也是安全的 最安全就是 加点滤气 过滤成自来水 再烧开 我们现在就这么做 咱们每一家 喝的水 大部分就使用 自来水 把它烧开 咱们的自来水 就来自周边的水库 滚厅 秘密 十三零 这些地方 没有什么不安全 这样的做法很正常 但是西方主导的专家组 给孟加拉老百姓出的主意 是什么呢 既不是烧开水 也不是建自来水厂 而是打紧喝地下水 而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以后的科学调查 表明孟加拉的地质构造 富含深淡素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八十年代以后 孟加拉老百姓 这喝这个水就倒霉了 因为当时他们以迅微不及掩耳之势 在孟加拉挖掘了 两千万国籍 普及了 大家都喝这个水 2009年 孟加拉 孟加拉一个专家 来到中国 在这个人民日报的 那个强国论坛上 做访谈 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 但是孟加拉政府后来醒过闷的 说好像应该恢复用地表水 不要再纠缠那个地下水 因为西方给他们开的药方呢 是用高科技把地下水的身去酬再喝 那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也要孟加拉政府买单 孟加拉政府呢 就想恢复用地表水 孟加拉专家告诉中国网民 孟加拉政府的这一想法 得到了国际组织的否决 我就觉得你这么干 我就不给你钱 被拒绝了 那正名孟加拉专 身份读根本就不是 无知或者虚拟 是一个 而无知或者是 是否是一个故意的事件 当然了这个 我今天也展开讲 就是美国 有一个 以前的一个激励的政策 就做一个 NSM200 那么他认为世界人口增长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不利的 那么他列出了13个国家 控制这些国家的人口 13个目标国 排名第一的是印度 排名第二个就是孟加拉 孟加拉这个水呢 这个水井是1970年代早期打的 美国这个政策呢 是1974年正式签署的 1989年解历的 由林加拉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教训 教训之一 在事关民族安全 大量人口安全的问题上 绝对不能把西方人 主导的国际机构 当成朋友 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和命运 交给国际机构去主导 包括联合国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包括世界银行 我们可以看2008年 那个甲牛疫苗 推动的最起劲的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 叫陈峰福珍 是个香港人 那么他推广了半天 到12月 人家问他 你打没打这个疫苗 他说我忙着顾不上 这证明他们这些人 对这个东西是新制度的 那个疫苗根本就是多余的 这是教训之一 教训之二 对于关系大量人和健康安全的 重大事项的改变 比如说我能吃什么 我能喝什么 我能用什么 必须进行小范围 足够长时间的试点观察 绝对不能贸然全面推广 否则将酿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灾难 孟加拉这个事情的教训在于 他短短的时间在全国打了两千万口井 让这个老百姓一切地养成了 就改变了喝水的传统 而且呢一两千万口井下来 大家就都和这个也变成了一个习惯 等八十年代发现问题的时候 已经喝了十年了 我们等九十年代想解决问题的时候 突然发现那些披着 慈善天使外衣的西方机构 突然不愿意给你钱了 到了二十一世纪 孟加拉政府说我还退回去搞地标水的时候 国际组织又告诉他 你这么干我就不跟你合作了 到这程度 那么跟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相像的 就是转基因和疫苗 转基因 大家可以回忆当年 不是当初 袁隆平院士提出来 两代人观察两代人才能够证明他没有问题 那么在观察满两代人之前 你在全国推广 是有什么性质的问题 往轻的说 那是不按照科学规律 往重的说 是缺乏起码的科研道德 张启发院士在纪念一个公开的场合 因为别人说 湖南湖北有很多已经在种这个转基因水稻 水稻是我们的主持 国家并没有批准 为什么就种了 是不是从里面出去了 张启发院士说 可能是从我这儿出去了 但是这个事我也管不了 有这样的混账逻辑吗 你去申请院士的车里那个转基因 需要你付点责任的时候 你管不了 你当婊子来排放的不要 相当于我是一个医生 做这个什么 维毒祸乱 什么艾滋病的病毒研究 然后说我管不了这病毒 这病毒可能随时飘出去 这可以吗 我们张启发院士就是这么回答 我管不了我控制不了 再一个就是这个疫苗 一个小小的构成威胁的假油 我们给八千万人打的疫苗 一个每年死亡人数可能两位数都到的一个很小很小概率的一个疾病 马指我们国家突然用这个叫这个闪电战 跟你的升学固托挂钩 必须每个人都打 不管你德国马指都要打 我们想想这个 这叫训练不计 在我们公众 在医学卫生专家 醒过那日之前 我就要对这个疑人打 那么这个东西想想它目的何在 到底何在 如果说 2008年中国八千万假油疫苗的注射者 和20100一个亿 马指疫苗注射者 那个疫苗里面 侥幸没有什么坏东西的话 我们要感谢的 仍然是 马指引 给我们留下了两单一线 在那阵 你他妈敢给我动这个 我有这个来报复 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是孟加拉 美国人在我们当初的八千万假油疫苗 和一亿的马指疫苗里面 放点第二代艾滋病病毒 一年两年后爆发 怎么样 你们谁又能怎么样 非洲现在有几千万的艾滋病患者 他们能怎么样 所以这个问题上 我们还 这点我确实觉得 幸亏 老人家手快 把两单一星 在那一年代已经搞出来了 否则由着现在这帮洋奴 毛一师傅说了吗 我们 我是纳税人 绝不得拿我的税去造行 由着这帮洋奴 我们可能有什么两单一星 我们当殖民地就很幸福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就 因为这 孟加拉这个事儿呢 孟加拉是我们的友好临方 亚洲人 第三世界 然后发展的国家 然后他现在有这么大的问题 怎么来的 这样的教训 学的教训 为什么 我们国家的主流媒体 我们的卫生部 我们的报纸 他们分析过呢 他们有过建议呢 这两条教训 他们提到过 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认为我们 既然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那我就呼吁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 在这一点上 在这一点上 我呢 也特别支持这个 营救郭成林 因为郭成林 揭露金融鱼 因为现在呢 他们南方系呢 他们就说郭成林是 说是这个那个 这有这种可能 郭成林开始呢 只不过是职务行为 那么在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了解到这些背景知识以后 那么他仍然说出了 金融鱼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 一定要不能跟着他们做 我们现在不去纠缠 郭成林拿没拿钱 拿了钱 你可以治郭成林的这个 不正当竞争也好 什么这些你可以去治罪 至于那个罪 是不是要带手铐脚料 咱们可以讨论 但是我们要牢牢的把问题 盯着金融鱼 是不是转基因 要盯着这个 那么这个 这里面我也特别佩服 这个陈寅文先生 他翻译了大量的草甘林 这个允许方面的报告 那么并且他是人业 这个郭成林写了辩护的 辩护词 非常好 那也证明 中华民族 我们说他 伟大 伟大在哪 就是在 到关键时候 总有这些 我们这个 平时闻闻闻的人 他会站在我 所以这个 郭成林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力挺他 我们不要挺他 就是金融鱼 他这回确实是达到了出名的目的 但我们希望这个事情 变成他的丧意 我要具体系统讲的这些 然后系统有些 需要讲 因为这个事情 讲完了咱们就这种互动了 我愿意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段我讲一下 这段就是说我们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 这是我那个书里面的序言里面提出来的 我们生存的基本的物质条件是阳光 空气水 粮食 药物 现在还没有人提出收钱 商业化 只有阳光 其他都不行了 我们国内有一个院士提出来要收呼吸税 我告诉你们 呼吸税 然后呢 这个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和空气的使用权是有关系的 这是要花钱买的 总的来讲 是西方发达国家 向发展的国家 这个 收钱的一个 一个目 水和粮食 我要告诉大家 法国人已经插手我国 四千四百万人的冰水 两个集团 一个苏伊士运河集团 一个威利亚集团 外国技术 生物技术公司 已经控制了我国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蔬菜种子 一九九七年以来 我国的蔬菜不进行转金的这个指批 所以呢 转金可以随便种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 田椒 山东兽邦所种的这种小田椒 它的种子来自以色列 以色列培育着转移种子 曾经一度卖到过每一克种子 一百八十块钱 大家算一下这个 当时的黄金还要贵 比较奇怪的是 以色列人发了 人力物力搞出来的高科技的田椒 以色列不种 以色列以外其他任何国家都不种 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一家在种 这是蔬菜 那么 我国行将成为地球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允许推广 主粮转金国家 那么再来 再大家看一下这个药品 目前进入我国的 进口药品 有八千多头 如果我国的水 粮食 药物的全部 或者大物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面 灵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靠什么来保护 只能靠外国人的良心来保护 这块呢 还有一个跟疫苗有关的消息 咱们的媒体都不报 我跟大家报一下 2010年2月18日 伊尔盖茨 在美国长安 举行的TED 2010年年会上 有一个报告叫 Elevate into Zero 创新到零 里面讲一段话 目前的世界有68亿人口 并且很快会增加了90亿 如果我们能在新型疫苗 卫生保健 生学健康服务方面 做得足够好的话 你们可以降低 百分之10到15的人口 这里面 这个亮点是什么呢 比尔盖茨在很公开的场合 很轻松的提到 新型疫苗可以作为 降低市场人口的方法 比尔盖茨 为这个疫苗已经投入了 145亿美元 今年 比尔盖茨正在和中国卫生部 合作准备 用疫苗来 控制中国的肺结核 现在 黑手已经插过 比尔盖茨还资助了 世界范围22个国家的 转基因文字的研究 这块大家再 再看一下 有点印象 孟山都公司 宣布的对人无害的成绩 对人是有害的 孟山都今天说 蒙达对人无害 我们要不要相信 孟山都说 转基因事物对人无害 我们要不要相信 这是我那本书 我那本书叫 《生化超限战》 生指的是 转基因 指的是疫苗化 指的是孟加拉 这个新共同 刚才我也能够讲 实际上 转基因的物种 它比罗子 还有罗子 罗子本身已经不能生了 杂交水道也不能生 这个转基因的种子 本身就不能生 而孟山都公司和美国政府 为了让它 已经很低的生殖能力再降低 还开发了专门的专利技术 让这个种子 无所获得自杀 彻底不能生 这是我讲的这个杀精玉米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公司的名字 叫Episat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圣地亚哥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 他们创造了转基玉米的高科技版本 杀精玉米 至于在中国大面积种植的迪卡零八 迪卡零七 仙女三三五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打死我们 是打死美国的外国商 对于刚才讲的那个杀精玉米 这是顾秀宁老师 那个转基战争里面的 顾秀宁老师 大家回去查一下这个卫生部 这个国标2673-2015 这是大豆草甘银含量 没有东西 就这个名称国大豆草甘银残留量 它是这个 是叫这个食品中的 荣耀残留量 这里面把大豆开了一个后门 至于这个后门 是无意受骗开的 还是拿了外国人的好处 理应外科开的 我也不知道 大家再看看这个孟加拉老百姓 和这个国际机构推荐的 安全的地下水的破果是什么 国际机构说转基因是安全的 世界卫生组织说疫苗是安全的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 这个是刚才也提到 美国控制世界人口的那篇报告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这是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 200号 这是超送 超送谁呢 第一行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国防部长 第二行 农业部长 大家看一看 美国的农业部还管着全世界的人口 跟中国农业部不是那么一回事 第三行 中央情报局局长 第四行 副国务卿 第五行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DID USDID在美国向印度推广 转基因棉花 以及向南非推广转基因 玉米的过程中 都是存在最前台的 它这个标题叫做 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美国海外利益的影响 他签署人亨利基因格 这是这个签字 这个基因格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也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CC这个也是超送 后面这个头衔是美军参导联席会议主席 人口政策 大家看看 不像中国 只是纪尚伟的事 它是国防部 五角大楼 中小区 农业部的事 那么这个 他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这些国家人口的数量 美国才能充分利用他们的原材料 这些国家包括印度 文杂拉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 墨西哥 大家也可以关注 这在巴基斯坦 这个尼日利亚 这巴基斯坦现在政治上也非常动大 巴西现在是这个 是那个转机推广比较 力度比较大的地方 印尼是美国在全球第二个放飞转机文字的国家 这个文字 再看 这个呢 NSM200还特别指出 为了掩盖美国控制发展的国家人口的行动 美国将利用联合国和多种非政府组织 来实施这项计划 并鼓励个人和组织进行捐助 还有一个对我们国家这个 学界很有影响的一本书叫做生态科学 在这本书第七百八十七月有一段话 在饮水或者主食里面添加绝预计 实际上这会带来一些非常麻烦的政治法律和社会问题 那么在一九七七年 美国在政治教科书里面在讨论这个问题 而今天我们国家的自来水居然由外国人来控制 我们国家的主食居然要转机 可以看看一九七七年的这个背景 翻译 这是那本书的作者霍尔德文 三位作者之一霍尔德文 此宫现任奥巴马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厅主任 就是提出来在水和主食里面加绝预计的人 不是一个乡野匹夫 而是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 就是这位科技顾问 在他的这本生态科学的第十三章 讲人口政策的时候 他很讲政治 他引用的是毛主题的话 of all things people have known the questions 世界万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毛泽东 谁说美国人不讲政治 这是那本书的封篇 Ecoscience 生态科学 人口资源环境 有人很喜欢讲道德的血液 我们可以看一下 孟山珠的血管里面 到底留着什么颜色的血液 孟山珠他这个成绩 他欺骗了世界五十年 说对人无害 到后来实在瞒不住了 掏出一点发以来都美国老名的嘴 孟山珠为了在加拿大推广他的产品 向加拿大官员协议会被人家揭露出来 孟山珠在美国一个小镇 排剧毒物质和化工品 四十年 最后把官司排名了 DTT现在已经进行了 但当时也是孟山珠的产品 也说是好的不得了 那么现在为什么全世界不用 在印尼行费的孟山珠官员 当时是行费五万美元一次 其他的事物就不说了 在被印尼揭露以后 在美国美中商会主席 在北京成为座上帝 孟山珠的种子 逼死了成千上万的一粮粮粮 孟山珠的农达除草剂 将使全世界的天然植物灭绝 将使我们吃的食物油 含有不知浓度的农达这种毒药 孟山珠当年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鼓励美国农民互相共状 如果谁揭露别人叫盗中了孟山珠的转机 职务孟山珠会奖励高密准备 皮加克 美军占领伊拉克肺结尼以后 肺结尼这个激情而同 这比例就成两个数量级增长 美国开始这个大家说是 皮油弹 美国军方坚决否认 那么在美国占伊拉克以后 发生唯一的 或者说能够找到的两个变化 一个是皮油弹 一个是转机 肺结尼的激情而同 如果不是由于皮油弹 那只能是由于转机 这是孟山珠 另外美国政府从2010年10月1日以来 做了不甘次的道歉 第一个道歉是向威迪马拉政府道歉 为什么道歉 因为美国人在几十年前 用威迪马拉的老百姓 做这个性命实验 他有意的给人家注射性命病原体 然后呢不给治疗 然后就观察这个效果 这个事是跟谁学的呢 那很显然是跟日本的731学 还有一个事啊 就是20 就是当初啊 2009年那个甲油疫苗 当时法国政府 萨克基政府呢 采购了9400万只甲油疫苗 但是后来 9100万是捐出来的 法国人只留了300万只 用没用还不知道 捐给非洲 英国政府购买了6000万只以后 捐出了5500万只 就是欧洲总共呢 这个疫苗捐住了1.8亿只 只有一个大国 傻乎乎的自己买 自己用吧 中国买了8000万 打了8000万 法国买了9400万 捐了9100万 我们想想这后面 到底有什么的猫腻在后面 为什么 甲油既然这么的威胁 这么大 甲油疫苗既然这么好 法国政府为什么不打 英国政府为什么不打 中国政府为什么打 可以换 当然这个事情就是 西方国家出于私利 在发展的国家 人均中肆意进行 药物和疫苗实验 这个是应该谴责的 非人道行政 隐形绝育疫苗 这个是世界卫生总织 从72年以来就在干的事 他们已经有若干次被抓住了 在菲律宾 在尼日利亚 大家再回忆一下 刚才我讲的那个名单 美国人要控制人口的名单里面 就包括尼日利亚 联合国 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出面 打着慈善的旗号 给人家打针 结果内里的女孩 打完针以后 绝遇了 这个96年 辉瑞公司在尼日利亚 搞这个药品实验 造成十一名 二百个实验对象 十一名死亡 那么这个事实际上 我这书里面也写了 在我这书出版以后 危机解密还拿这个事 当了正经的事 几人呢 这是公开的名字 介绍几个人给大家认识 这个左上角 这是特达 美国这个传媒大行 他们是提出来 这个控制世界人口的 这几个人 列尔盖茨和巴菲特 左下角这个呢 是叫巴松 这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期间的 生物战争研究专家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 重点考察 他重点考虑的就是 在自来水里面 怎么样搞祸乱 怎么样用药物 专门针对黑人 破坏黑人的生殖能力 中间这位呢 是刚才说到的 霍尔德伦 提出来在水里和主食里面 加绝鱼剂的人 而今天是美国总统的顾问 右边这位呢 是战争贩子麦克阿瑟 为什么提到麦克阿瑟 因为麦克阿瑟干了一件 叫灭绝人性的事 他把731陆队的 细菌战犯全部射免 左边这个人叫石井四郎 日本部军中将 731部队的部队长 就是这个人 双手沾满了 中国人民的鲜血 用中国的老百姓 以及抗日的 制式的活体 去做这个 所谓生物战的实验 那么中间这个人 大家应该认识 叫达赖 达赖右边的这个人呢 叫麻原张晃 麻原张晃呢 叫 奥姆真理教的教主 他多次宣称 世界末日要到了 为了证明世界末日是真的 他指使他的教徒 在东京地铁 进行 毒气投放 投放了大量的沙林毒气 造成了 在数千人的伤 死了这么多 十几怪 伤了十千 为什么我把 为什么我把这两个照片 放在一块 因为麻原张晃 在东京地铁 投放的毒气弹 他就命令为实景 实景的阴魂 不散 流到哪去了 而麻原张晃 是达赖的得意女生 而这个达赖 又得到了诺贝尔和平权 我告诉大家的是 诺贝尔和平奖 和那个麦普阿瑟 和这个持景 通过麻原张晃 可以创造力 最后有一个 看不见的限度 仍然是这位诺贝尔和平奖 搂着的这位 日比亚 提武事件 像这个屠杀 这个牲口一样的杀人 也是这批事宜 右边呢是 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把洁白的哈达献给了 现在在狱中的 丑雷连先生 下面这张图片呢是 达赖先生的终身顾问 这位终身顾问是 二战时期 纳粹军官 提到这块我要讲这个 所谓反人类的罪行 不是在真空里 它的确存在于现实的人的脑子里面 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人在日本赦免了731部队 目的是把731做活体 人体活体实验 得到的这些生物战的资料 独占起来 它有用 并且它后面确实用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 而在欧洲战场 美国人同样赦免了超过2008岁战犯 其中包括很多的医学专家 把这些人弄到南美 有的干脆就弄到美国 属于美国的生物战研究 那个计划跟那个基辛格博士 又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用到后座 然后这个讲完 这是刚才讲的美国艾滋病 还有就是 中国的第一批艾滋病 是怎么进来的 我跟大家再讲一个 这个你们肯定谁都没听说过 1984年 19位中国血友病患者 使用了美国阿姆尔公司生产的 凝血八因子 一年后 其中注射同一批号 第八因子的四名浙江籍同胞 全部感染了 H1后来都死掉了 这个事情我当时看到了 也觉得很奇怪 说艾滋病是怎么来到中国 是通过药品来的 而能够生产凝血八因子的公司 在1984年 全球只有四家 全在美国 这四家公司在美国本土 以及在其他国家 用这个凝血八因子 感染了接近万名 艾滋病患者 美国有1.5万名血友病患者 因为用了银血八因子 八千人得了病 经过小二十人的诉讼 四家公司向他们赔偿了 6.4亿年人 这告诉你们什么 平时卫生部告诉你们的 一些艾滋病的常识是假话 艾滋病脱离原体 生存能力很弱 一点也不弱 冠装成药品飘洋过海 从美国来到中国 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打到这里面还能够发病 你们想想艾滋病 病毒的生存能力 多么的弱点 这是2010年 美国一家公司 采集在美华人的基因资源 它是给钱的 要求是华人或者台湾人 居住美国不满五年 年龄18到55岁之间 参加者可以获得最高 6615美元的车马费 这天底下免费的午餐 针对中国人免费午餐 格外多 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提到了 麦克阿瑟在日本 设典了石井四郎 以及他手下数千里战犯 那么在欧洲 欧洲这个战领军的鲍林将军 在欧洲实行了一项计划 叫Paper Clip 就是指甲计划 顺免了大量的纳粹战犯 鲍林将军的德语翻译 就是基辛格国事 基辛格是在美国 是在那个德国排友 打屠杀之前两个星期 跟随家人逃到美国 那么左边这个照片上的这个人呢 叫特劳布 特劳布是美国普拉姆岛生物战 什叶石的 创始的 那个岛一直在美国农业部手里面 到2003年 移交给新成立的国土安全 在那个岛上 从那个岛 这流出来很多的病毒 在美国本土带来一些 稀奇古怪的病 最往美国长来有病 美国很多人就 怀疑那个岛 很多病都从哪儿出来了 今年3月9号 我们看到 我本人看到 一个比较鼓舞人心的事 就是王立军代表 联合12个省的 439位代表 提出了一个议案 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 以严刑俊法 惩治食品药品领域 严重犯罪的议案 这是1983年以来 有据可查的 联名代表人数最多的 单项议案 那么据我从侧面了解的 是重庆代表团 只找了这12个省 有400多年签 他来不及找了 如果要找下去的话 恐怕不是400人的 这些贵物 王立军同志 讲了这么一段话 食品药品不安全 造成的健康危害 会伤害一代人 如果破坏了遗传基因 还会祸及子孙 用百年的时间 都不足以弥补 很多来自国外的食品药品 也在伤害我们 而这些更具有隐蔽性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那么我着重讲一下 前面这个所谓破坏的 遗传基因这段话 因为王立军同志 大家知道 他是重庆市国安局的局长 他是行政战线的英模 但是大家可能 就是知道人不多的时候 王立军还是法医领域的专家 基因测序 基因鉴定 这是他的一个人 他的专业领域 所以他讲这个话 比我要专一 那么王立军同志讲的 如果破坏了遗传基因 还会破坏子孙 指的显然不是塑发剂 这一类的东西 而是令我所指 然后呢 我们也是 今年两会 李重复委员也提出来 更不可急功近利 仅凭一些农学家 研究的初步成果 和少数当事人的意见 就具备 就断定具备的产业化条件 急于使其产业化 这个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教训 这样的事情 你必须小范围 长时间时间 而不能贸然的 全部推广 这样办 这个呢是08年 09年1月的时候 让王周刊 已经关注到了 转机的危险 这是 第一本 就是 就是这一本 大家关注转机 第一本 这是人大出版社出的 这本是一个 正常两方面 这个文章的汇编 那这本是我写的 生化超限战 这本是第一本 系统型的 它不是汇编 是原创 和系统型讲的 就是 在下边呢 是 顾瓊玲老师的 转机战争 21世纪 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 这这个不看了 这个是 我那书里面的书 大家也可以看 在2005年的时候 人民网 人民日报下面的 人民网科技版 你看它东西 什么信息 转机因水稻 别急吃 实验 层治 买鼠 肺炎 那么同样是 人民网 同样是 别主流媒体 今天宣扬的是 方舟子的言论 转机不可怕 没问题 没问题 那这是什么 而且这个可是我们 你看看这是 人民网登的 把这个 欢迎大家给我来 留假 这是咱们 很多网友 已经在底下行动起来 这是他们 开这个转机 转机商业研导会的时候的 一些 这个 一些照片 这是网友们 那个做的画 美国的免费 转 午餐 转机 老鼠吃了转机 绝肿了 猪吃了转机 死拍了 人吃了转机 会怎么样 这个呢 是 去年 他们披露的 北京市中小学 这有一个北京市 北京精力学生营养 餐饮管理服务中心 像全市 很多中小学 派送的油 叫蓝青 像蓝花一样 高贵 像清水一样 纯洁 无论在于 他用的原料 是转机 但今年据说 好像已经变化了 先让他们驱逐出去 他们拿着这些东西 拿着这么好听的东西 去枪害我们的后代 真是不能够接受的 这是一些网友做的漫画 有些网友 做的更清楚 把这个推广转机 的人直接定位于汉奸 现在看 恐怕也没冤枉 这个是洛杉矶时报 2001年对美国 刷金玉米的广告 对不对 不是广告 是介绍 这个是那个 专利的玉米可以产生 绝育的抗体 这是他们的高科技 国外公众对转基因的 解体性也非常高 他们也画了很多的漫画 这是基因技术 他们一直在做 我要讲的是这些 剩下时间 咱们慢慢 教会一下 咱们这个 不管是个人 也是也好 也是政府也好 以及组织也好 对 对这个 一个问题的认识 可能有一个深化的过程 比方说 如果往前推两年 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那么在 所以海关 在过去 我们进口转 这个大豆的过程中 的确是不检测 这个草原林含量的 不检测 因为没有法会 要求他们 他们在这个地方 是有立法环节的疏漏 我刚才也说了 在2005年 卫生物立这个法的时候 为什么对大豆不检 无非是两种可能 一种是疏漏 而这个是 还有一种 那么就是 那就是另一个问题 那性质是不一样 那是抵我矛盾 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 一个是抵我矛盾 那不管是什么性质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么到今天 我们也向 美关部门 也这个 也反映过这样的情况 我想呢 应该 会有一个变化 至于刚才 您问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已经发现了 这些产品怎么办 我个人是同意 确实是应该销毁的 但是这个 怎么做 确实最后 不在五年 那还是在于 这个 掌握更多资源 让他们去决定 因为 实际上很简单 超市里面 有转机 有标度 非转机 有标度转机 我以及我认识的朋友 我都跟他们说了 我们的确是 去买了这个 非转机 当然这个 还有一个场所 这非转机 如果人家 弄去做 那只能是减少了 这个危险 但是我的确是 的确是这么做 那么那些 非转机 怎么办 他并没有销毁 他的确还在 他的确还在 祸害上 这一点的事 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事 这个呢 只能靠 更多的人 我想如果我们国家 这个海关的同志 卫生检疫的同志 教育局 能负责这些 孩子配餐的同志 我相信 大部分的同志 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 他们会有所作为 会提出跟一样的观点 现在我认为这个 停转的那一方面 包括国内外的事 他们的的确确还是在搞 信息封锁 通过扭曲信息 把反转的人士 或者手铐脚料给靠起来 或者幽默化 说这些人不是搞 转型专业的 他们不懂 剥夺我们的话语权 来维系他们的那个神话 那么这个神话打破之日 就是他们的骗局破产之时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认为形势在变化 变化之一在于 最近乌有之乡 就监狱三三事件 给这个党中央和全国人民 给公开信 那么用很严厉的措辞 对农业部进行的指责 甚至提出了一些 要追求他们责任的话 那么农业部 既没有跳起来 也没有跨省追捕 也没有给人家戴上手铐脚料 证明整个环境 舆论环境 也确实在发生变化 人口问题呢 就是在外国家呢 解放初期呢 我们一度呢 是鼓励生日的 那么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 毛主席呢 已经觉得我们人口多了 也是一个问题 毛主席有一段话 他说这个 其实我们人类 最不会管理自己的 我们连这个就是 人口生产是最有计划的 他当时还跟北京市的频道讲 如果这个人口 不有点计划的话 以后这个逛公园要排队 那么就是在 毛主席讲这个话的时候 北京逛公园是不排队的 那么今天我们在看 这个很多地方 的确是要排队的 那毛主席到后来呢 等我 而且我出生的时候 我六八年出生了 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提倡计划生日 所谓计划生日是 一对付两个喊 还有一个 那个时候计划生日的 最大特点是自愿 他说你两个 我提倡你两个孩子 你实在生了三个 也就生了 你要是生一个呢 我给你放五块钱的 这个叫什么 独生子女费 大概是那么一个政策 没有很极端的做法 但是到了后来 另外一个时代呢 我们有一些很极端的做法 对这个农村一些 农民呢 人家生了孩子 就是接人家的瓦 八房什么接瓦 牵牛 很极端 什么你上药 可以上吊 给神 喝药 给瓶 一人超生 绝尊皆扎 这个到处从 这个是确实很血腥的一块 那么这个涉及到 对人口的一个认识 那么 人口究竟是 负担 还是财富 那么 因为我这个书里面 也写了这个 我今天没有讲 就是说 在中国 在尤其一些高学历 所谓成功人士的眼里面 他们倾向于 把人口 当作一个负担 他们认为 这个人 你既然穷 你就没有 资格消化 那么多资源 所以人口的负担 但是这些鹦鹉 在我看来 他们自己就不配生存 因为在 比尔盖茨的眼里头 他那点钱 要算个屁啊 还在那 就这种人 就是奴性 他以他那点 谋在心里 来去看我们大家 我是很反感他们 但是我没有 写得这么直白 那么就是 人口问题呢 我们现在 回过头看 如果说 八十年代以来 我国政府 对人口呢 有一定的优患意识 觉得我们人口多了 采取了一些措施 主观上 可以理解 但是到今天 我们国家人口 结构的问题 即将浮出水面 就是 包括我们国家 现在这边 生育率低于 叫事贷更新 就是按照目前的政策 如果不调整的话 我们的人口 在未来 大概十年不到的时间 冲点以后 也有人认为 现在也在场上 我们这次 人口普查 跟上一次 十年之间 我们一年增加 人口是七百万 那么这个增加 已经是一个惯性 就是说 按照现在的人口政策 再以后 我们人口会急剧下降 在世界人口 到达九十亿的时候 中国人口 大概在四到五亿 那么这样的一个 为人类做贡献的模式 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就是中华民族 通过自己 把人口砍下来 来节约地球的资源 意味着什么呢 原来地球上的石油 比方说 能够用五十年 结果中国人自杀了 没了 说石油用了五十五年 那么对人类文件 我们贡献什么了 我们贡献了 我们的时间而已 有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 人口可能有走偏的一面 就目前人口政策 可能是需要更深入 更全面的探讨 但是在七十年代 包括我们改革开放之初 美国通过联合国的人口委员会 它确确实实在 有意识地向中国政府灌输一些东西 就是说人口多了 是货害是负担是怎么样 所以导致我们后面在计划生意 这个执行过程中 的确有一些很过分的做法 这个我们是谴责他的 叫超线战 也是后来这个 对朋友们那个启发 超线战这个 原来的提出者呢 是国内的两位学者 王强岁和乔梁老师 那么我跟王强岁老师呢 也在这个书出版之前呢 也有个接触 当时呢也给他请教过 当然也蒙王强岁老师呢 也没有说他有版权 不许用 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他们当时那个超线战呢 是有严格的含义的 指的是 在美国军事力量 这个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 那么美国的对手 那么在 而美国呢是 超强的军事优势 有时候在道义上呢 又有瑕疵的情况下 他的对手 为了对抗 为了反抗 那么只能够用一些 就是 他那个所谓超线 超出现 超出现在的这个 就战法 就是用一些别的办法 那么来弄 那这个呢 实际上 乔梁老师和那个 王强岁老师这本书 里面提到的 所谓超线战 都还是很敦厚的 没有什么太过格的地方 那么 相比于 美国人在 粮食问题上的所作为呢 我也可以评价 我说 王强岁老师和乔梁老师的 这个超线战 敦厚有余 残忍不足 那不像美国人是 拿你这活人 我就给你注射点 艾滋病的 主要包括美国 最近也向国内的囚犯 检讨了 说他们在美国 自己的监狱里面 美国公民 在他身体里面 打入癌症的细胞 说观察 是不是能够 那个发展成癌症 那么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做得多了去了 那么 那像乔梁老师 老乔梁老师 这本书里面呢 其实并不提上一些 美国人对这本书呢 实施着超线战 怎么会超线战呢 他们 首先呢 要了这本书 说要出版 他们确实呢 美国的海军学院 也出版了这个书 英文版翻得非常好 然后呢 把这本书 改足换面 配上飞机撞大楼的画展 中国军官摧毁这个世界秩序的 这个什么战法 然后就全世界扩散 实际上这个飞机撞大楼 这个事实是 超线战这本书 发生之后 那么是不是 因为当时这个两位作者 受到了处分 因为这个美国人就说了 你们不当写这个书 就意思对美国的全球统治 还是构成的影响 让两位作者呢 一位被迫 离开了军队 把一位受到了处分 那么就证明 美国在这个意识 意识形态里的影响力 对中国的影响力 还是一种的 那么在这个角度 第一 当初提出超线战的原作者 原来的意思是 技术力量越是一方 对戴压高线优势的技术 强势一方 不得以有一些 这个 就比如说这个什么 炸弹 就是人体炸弹 但这类的东西 实际上这类东西在 弱小民族 受压迫 被侵略的民族 用 我认为它道理上 没有问题 我们以前 抗日战争时期 以及我们 在早的时候 这个 我们的战事 跟敌人同危机的事情 是有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 也可以把它叫做 一个超线战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本 这本生化超线战 为什么当时这么写 因为当时实在是 想不出来 怎么去说美国人 这个 这个行为 就是我现在掌握了 非常非常先进的 生物技术 我 培育出的 转基因的寓 我里面可以 埋入这个 让人绝育的基因 但是我不告诉你 你连剪子剪出来 我卖给你 你去吃 拔到让你 绝肿 甚至我在里面 埋点让你得病的基因 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我卖给你 你去弄 它这是一个和平行为 很显然的 它不是一个善意的 和平的行为 你说它是一个战争 又没有见到刀锅 又没有见到这个流血 所以呢 我认为它具有战争的性质 但是呢 又不同于 以往的战争形态 甚至也不同于 王湘瑟老师提出来的 原始力上的超限战 这是技术超 超强技术 技术优势与方 用信息不对称 在对方不知情不情况下 给对方下腰 做手脚 实际上指的是这个 所谓战指的是这个 是说这个性质 有对抗 有敌务 有这个性质 那么在手段上 他跟以前这样是隐蔽的 有可能是长期的 你比如说这个转机 那东西也可能吃了 二十年以后 它的危害才揭露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有点超越 就是超越以往的战法 和以往的武器 那么 从这个角度呢 我把它叫做生化超限战 至于您提到的那个 郭 郭成林先生 以一篇帖子 是否达到了超限战的效果 那么我认为 还完全不能这么说 第一个呢 郭先生他的 目标或者意图 我们分两行讲 第一个假如说他 一开始作为营销公司的一个策划 那么加了 真的是鲁花公司 来说他想把鲁花推下 那么他去找 对方跟鲁花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个事情呢 是商业情况 那么在他 了解到 掌握到 转机 这种油 对我们人体健康 有那么大的影响的时候 那么 他 我个人认为 他不见得是 为营销公司的 骂足够 他确实觉得 这个信息应该传播出去 或者说 即使为 他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 这个动作本身 我是支持 或者说 赞赏 而这个事情搞到这么大 恐怕不是郭先生的原因 戴上手铐脚料 那是金融鱼方面 所要达到的效果 那个效果 如果从超线战的角度讲 是要给我们这些人 一种心理的震撼 你敢说 本金的坏话 我就可以让你戴上手铐脚料 那倒有点超线战的意思 但是有没有效果 还可以观察 目前看效果不好